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个人非常喜欢 是要用一个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 它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会以实物交讲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会一步一步带着您 一起来去好好的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这个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 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HPPDSM号 斜线斜线 GO.GL斜线 YPZRXT 可是要请各位老师学员 请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这个P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流界 我从事电脑教学工作超过20多年 我有30多张国内国际的电脑证照 也写过50多本的书籍 早年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总公司的专任讲师 然后帮他带所有公家机构 应该说新竹以北 包含总统府啊 行政院啊 还有台北市政府等等 这些公家机关 那我后来我觉得说 我希望能够自我提升 所以我又想借由自己的资讯专程 然后再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学位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最喜欢的资讯研究的部分呢 我喜欢办公室应用 我喜欢数据分析 尤其这个大数据分析 我希望就是说 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 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来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 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一个 就是咨询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我还是稍微先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今天会比较偏重视在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面 技术 它有好多很棒的技术 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那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工具 这个大数据的工具呢 我介绍的是Power BI 那其实2016年开始 Power BI就一直是BI 商业智慧类的软体里面的第一名 为什么呢 可能跟它不用钱 免费使用有很大的关系 请记住哦 目前为止它都还不用钱 之前BI类软体第一名是Tabriel 但是因为它很贵 而且每一年都还要再花费 花钱 所以呢 它就从第一名跳到第二名 那我们介绍了Power BI 当然要熟悉了解一下 它如何下载如何安装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因为要去做大数据分析嘛 所以怎么样取得这个资料 我准备了一万笔的资料 然后来去跟各位讲解大数据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要如何做分析啊 如何做分析 因为以前我们是用统计 可能我们有资料 例如说数十笔 或者是几百笔的记录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统计的方法 来去做一些检定 可是我们现在资料量很大很大嘛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 就是说验证的方法 好 那我当然也会介绍 接下来就是视觉化分析咯 视觉化分析完毕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 因为我们会介绍很多分析的工具 但是它居然提供了 自动分析 所以自动分析就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它有很多很棒的 例如说探索工具 有单一期间探索工具 有多期间探索工具 还有连续期间的探索工具 简单的说 这些探索工具 它可以介绍我们很多计算上的问题 再来它还有占比例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个互动式分析 也就是联动分析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想联动分析 我们看的是一个面的概念 但以前的统计呢 我也算给各位看 它是一个点的概念 好 那当然我们可能在这些准备的资料里面 因为数据量够大到 它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很显著的一个差异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介绍到卡方的时候 再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接下来呢 分析这边 我们就要进展到同期比较 同期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相近的两年来去做比较 好 例如说2016年各月的资料 跟2015年各月的资料来去做比较 再接下来还有很棒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就是可能我们资料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由来去选择哪些要筛选来去做比较 再来就是类别分析了 因为毕竟有很多是属于文字类的 那这些文字类如何做分析 再来就是要介绍机器学习里面分群这件事 而且呢分群在机器学习里面是半监督事 半监督事 半监督事的机器学习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人工告诉他说 我们要有人告诉他说我要分几群 但是他在这边他做到自动分群 也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方式 再来就是行为模式分析 你看都是分析 然后再来 我可能今天就只能再介绍一个 叫做重新整理 因为重新整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做完了这一次的一个内容 之后我就一直在增加我的资料 可是我这一次的分析呢 我不用再重做分析 我只要把来文资料重新定义好 这样子我的分析就做完了 这是重新整理 我们今天应该会介绍到重新整理这个部分 所以刚刚介绍了一堆 可能你的印象之中就停留在什么呢 就是我有好多好多的所谓的分析是要讲解的 好 所以呢 我现在 我们就一一来去跟各位分享 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认识POWER BI 认识POWER BI 来跟各位讲起 POWER BI是什么呢 它是微软公司开发出来在BI 就是商业智慧里面的一个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如果你买了Office 365 如果你是Office 365的一个使用者 你就可以真的名符 名符其实的使用POWER BI 好 那这个POWER BI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看网络上别人是怎么介绍POWER BI 也就是微软公司 它怎么介绍POWER BI 那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资料视觉效果 Microsoft的POWER BI 好 我觉得看这张图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不过重点是 它就是来做视觉化分析 你可以发现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统计图表 很多很多的统计图表 然后统计图表彼此之间有联动 它就叫互动 所以它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视觉化报表 那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大致上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去看它的网站 也就是说我们准备要做 就是要做成像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关键影响因素 像这边是瀑布图 树形图 这些图呢 有 可以有机会来去做互相 互相的一个交谈式 交谈式 也就是互动式的一个关联 那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在做的事情 当然其他的像Teveril 他也是在做这件事 好那我们当然就了解了 它就是一个互动式报表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必须要大概了解一下 这套软体啊 怎么样取得 怎么样去下载下来 那我想安装各位可能比较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先看一下下载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下载 Microsoft Power BI 好其实当然也是到刚刚这个网站 例如说在他的搜寻引擎里面 我们就输入POWER BI下载 第一个就是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然后点选下载之后呢 在这边请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 Desktop就是桌机版 桌机版的下载在这里 只要点它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下载的动作 那下载下来 当然你就可以快速点了很下来去做安装 那我们另外呢 POWER BI 还有行动版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机 iPad 它其实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去看到这些POWER BI画好的图 但是仅限看到 还有做一些基本的使用 但是你就不能再重新 画新的视觉化效果 好 这个是POWER BI它有行动版 当然它有其他的版本 所以我们只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现在教的POWER BI Desktop下载 好 你就可以把这套软体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记得进行安装 好 我想安装不是很大的困难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假如说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了 好 其实在桌面上 桌面上有POWER BI Desktop这个图示 当你今天安装好 你就可以快速点两下桌面上的POWER BI Desktop图示 然后去开启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有两点 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第一次开启POWER BI Desktop 它一定会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注册 就是你要告诉他账号是什么 然后申请这个账号 好 那麻烦请各位如果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 在最下面 最下面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有一个叫做什么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好 这个是超连结 你请点它 你这样就 否则 否则 如果你不点它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叉叉 你一定要去完成那个注册 那我们不是讲说它是免费使用吗 免费使用的话 为什么要先注册 好 它真的可以免费使用 所以你只要点下面 就是它跳出第一个画面 上面全部都是在要求你输入什么 账号啊 密码那些 你都不要填 你只要点下面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那个超连结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 跳出来的视窗 才有那个叉叉 才有那个关闭的符号 先你关掉 好 也就是说 不要注册 不要注册 然后接下来 你才会看到 像我现在这一个起始画面 这个是POWER BI desktop这个版本的起始画面 起始就是第一的意思 就是说 一刚开始看到的视窗 好 像你要是有进去去看论坛啊 或者是看它有什么新功能 那你再点这边点进去 那反正你今天要听我讲 所以你就直接点右上角这个叉叉就好了 好 请记住 你不用刻意再去点什么免费试用 就直接点关闭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POWER BI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这个视窗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 请各位特别注意 好 就是版本别 版本别 可能你最近几天才去安装 所以你可能安装的比我还要新的版本 那我先讲一下 我的版本可能跟你的版本 有一点点差异 可是不会差很多 那如果说你是用之前的版本 那我就比较倾向建议你 至少至少你要用2019年9月之后的版本 好 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版本 在说明 说明功能标签 请点一下说明 然后请你点关于 像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 2020年3月这个版本呢 它是把关于放在最左边 可是如果你是用2019版 关于它是放在大概是这个位置 好 我现在点一下关于 所以呢 我的版本是什么 我的版本是2020年3月 好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2.79.5 不要去管那个 我们大概知道月份别唱就好了 希望你的版本是2020年的版本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画面会比较接近 好 那这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虽然不会差很多了 但是它每个月都在更新 每个月都在更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大概了解了 如何取得这个Power BI软体 再来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执行 来去安装 安装好之后 打开Power BI 接下来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好 我们现在大致上了解 Power BI他其实就是 他有很多技术 就是要去做分析 然后他就画很多很多的统计图表 大概知道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 带各位实物的操作 既然是实物的操作 我等一下 我的操作步骤 可能一是做什么 二是做什么 一二三这就是我操作的程序 我也希望说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那我们在学习Power BI大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当然就是取得资料 我们的资料呢 这个资料当然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就是很多很多的资料 其实我倒觉得你背什么三个V四个V五个V 甚至六个V 其实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会用它嘛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大数据抓进来 好 所以在Power BI这边 Power BI这边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功能 功能区 功能区 它的区域其实还蛮单纯的 而且功能标签好少 好 再来左边 左边有什么报告啊 有资料 有模型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区了 这就是我们实际 画画的 就是画那些统计图表的区域 然后接下来它有筛选 筛选 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有蓝位 蓝位 大概就只有这几个区域 那我们如果要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我稍微说一下 点选首页底下的取得资料 在2019年 比如说9月啊 10月甚至到 反正就是2019年之前 甚至到2020年2月 这个版本 它不叫首页 它叫什么 常用 就跟那个word itself 这边档案的隔壁 它都是放常用 常用 好 常用底下风能人都要会 好 这边 这边 首页 首页这边是不是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有提供一个范例 我有请陈小姐呢 寄给大家 好 这个范例叫超市范例 你有拿到啰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我的超市范例是Excel档案 所以我就点这个Excel 好 那接下来呢 各位就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超市范例 我个人的习惯是像 因为我都会把我的教学分门比类 像例如说今天 今天是5月22号 然后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然后范例 超市范例 好 我会喜欢把奖励啊 范例啊 产品啊 我全部都放在一个专属的位置 好 我们就连接 连接到这个范例 超市范例 点选 开启 那接下来哦 电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去跑 然后他这边 他告诉我说 我们超市范例呢 超市范例有三张工作表 分别是订单 退货 销售人员 这三张工作表 那我们呢 我们在开Excel档案的时候 他可以 他必须三个工作表都打开 可是我们用Power BI大数据分析工具 你需要用哪张资料表 你再打开就好了 像我现在呢 因为我只要算订单 所以我就不勾选剩下两个 好 因为我想在最后的时候 再引导你呢 告诉你说 其实不同的资料表 可以在不同时间点来开启 好点选订单 点选订单 这边稍微检查一下 有没有乱码 如果有乱码 当然就让你取消了哦 那因为这边都是正常的 中文字就是中文字 英文字数字都正常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点下面这个载入 你有没有发现黄色 我勾选了 他才会变黄色哦 他就用色彩引导你 下一个你要做的很有可能就是载入 所以载入这边是不是也变黄色 好 点选载入 然后接下来他又花一点时间来去跑 来去跑 就是把订单里面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叫进来 经过一点点时间的一个执行 然后你在右边 右边这个栏位 栏位可以看到 他有订单 这个工作表叫订单 然后下面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栏位 有利润栏位 国家栏位 地区栏位 城市栏位 以此类推 他有好多好多这些资料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什么事情呢 以订单来说 他底下的所有的栏位 他都会呈现在栏位这个地方 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超市范例这个资料取得进来 取得到Power BI 那请各位 请各位 来去操作一下 1.点选首页 2.取得资料 3.Excel 4.找到这个超市范例 5.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去勾选 去勾选 例如说6 就是勾选这个订单 好 后面 后面就请你来尽快的完成 这种活动 请你来尽快的 承订